我们看待中东的这个混乱 跟美国的介入造成今天 中东的更加的这种恶化的情况 几十年来其实都是我们过去 在了解美国对外政治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但最糟糕的其实就是从 这个911事件之后20年前 那塔利班那个时候 其实并不是去攻打 就是这个纽约的双子星大厦 他只不过是去包逆 我们用包逆好了 或者是说去保护着 那个基地组织的宾拉登 不愿意交出来 其实他大概也自己抓不到了 但是他知道他藏在这个 就是阿富汗里面 但是在政治上 宗教上他是跟他站的一致 所以这样子的因素 一个月不到时间 在美国10月的时候 就决定2001年的10月 就决定去挥军攻打阿富汗 阿富汗其实是帝国的坟墓 19世纪 这个俄罗斯打过阿富汗 英国打过阿富汗 然后20世纪 俄罗斯 那个时候的这个苏联 打过阿富汗 1979年这个退军 然后打到1989 然后呢今天你看21世纪 美国打阿富汗 打了20年是最长的时间 他打了之后呢 他只不过是把克布尔给拿下来 然后呢把这个塔利班给赶到这个乡下去 可是现在经过的20年 塔利班目前占领整个阿富汗 大概是将近60%的这个区域跟城市 美国受不了了 决定要退出 可是退出现在 你看到就是 基本上到处都在发生 就是这个冲突 我觉得美国一旦从911之后 本来他应该是5月1号 他现在拖了这个四个月 去年2020年的2月29号 美国塔利班 还有就是阿富汗的政府 共同签了这个协议 说5月1号 今年5月1号要退 但拜登上来之后决定是911 而且他退 他又一次的不理其他国家 他是说连带的NATO的军队一起退 现在英国法国当然找到的理由 就赶快要退 然后呢土耳其也要退 但是呢土耳其说 是不是要留下来保护这个机场 你看听起来有没有像是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的南越撤退 西贡撤退的感觉呢 克布尔会不会 现在看起来一切的方向 都往这边发展 而过程当中提醒各位有一个事件 大概在一个月前 就是在克布尔的一个女子中学 中学 就是说是这个7年级到9年级的 突然被刺杀大弹攻进来 死了几十个年轻的女学生 塔利班在2001年以前的塔利班 是禁止女生念书的 你要上街都要有非常严格 全身黑的连这里都是黑的 这样一个罩的衣服 在这二十年来 现在的塔利班稍微比较 就是说松绑了一点 他允许女性可以念到小学 塔利班所控制的50%到60% 现在阿富汗的这个区域里面 其实相对是较为稳定的 因为政府军所控制的这里面 其实还是非常混乱 但是他对于女性 就只能念到小学毕业 所以在这个被攻击的 就是女子学校 她是什叶派 塔利班是逊女派 是比较大的这边的逊女派 那什叶派其实是跟伊朗比较接近 所以这里面有宗教派系 再加上这些塔利班跟 就是这些敌对的因素 自他大大的攻击 你想想看当美国离开 阿富汗再次的沦陷 是不是又变成一个新的 恐怖主义的温床 所以为什么在上个礼拜 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跟阿富汗 开了一个中巴 这个阿的三方的这样一个会议 也就是怎么样 接下来中国大陆 来去协助维持 整个阿富汗的这个稳定 美国现在很清楚 当他一旦离开之后 其实美国现在只剩下 2500个不到的军队 但他有象征意涵在这边 然后再加上NATO 大概将近有1万人在这里 所以当他们一旦离开 塔利班整个掌控阿富汗 只是时间的问题 会不会更加的这种残暴 会不会更加的就是说 造成恐怖攻击的再起 以及对整个中东的影响又是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旁边的巴基斯坦 伊朗都不会就是说 只是以及这个沙维地阿拉伯 因为在这里面已经变成一个宗教的冲突 所以这些国家都不会是就袖统旁观的 因此美国就这么决定离开了 你当初来占领别的国家 更不要说这个对伊拉克的这个攻击 根本是个非法战争 我必须要讲 我们网路上有的时候有人在传 这次到台湾来的送我们疫苗的 三位美国的参议员当中 有位女性不是坐了轮椅上的吗 她是泰裔跟美裔的这个混血 然后呢她其实就是04年05年去参加 这个伊拉克战争开这个直升机 后来被就是说这个受伤 以她个人的努力 我觉得那是非常这个令人激佩的 可是你不要忘记 她所参加的是一场非法战争 伊拉克是个非法战争 她美国的这个政治人物决定了 事实上等接近类似像战争罪 入侵别的国家 她造别的国家的军队跟平民的死亡 造成整个伊拉克尔今天 而她是去参与到这里面 我觉得其实当然我们是佩服她个人的努力 但是要知道历史 正确了解历史跟 就是这些政治人物 所从事的这些 相关的这些罪行的 撤军在阿富汗 我要请教一下帅将军 尤其是我现在看到有大约有 一万八千人 那过去是帮美国做事 包括翻译人员突击队等等 他们说如果你要让他们可能赶快为了安全起见到美国去 我看有说完成审查会超过两年 那这些人怎么办 就待在那里完蛋了 这两年这一万八千人已经没有了 一万就没有了 你想塔利班的手段会这么轻易饶过她吗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讲杨老师已经讲过 阿富汗被英国打过 被俄国打过 被美国打过 其实它有一个原因 它还被中国汉朝打过 被元朝也打过 为什么会被那么多国家入侵呢 它是一个四战之地 就是说它的战略地位 战略位置是 战略位置 欧洲亚洲到印度 通通要经过那个位置 所以这个国家在古时候考古的学生里面讲 阿富汗原来是很繁荣的 绿洲很多 为什么叫绿洲多呢 它的水利工程做得很好 换句话说它原来是很富足 今天落到今天这么贫穷 因为蒙古人打过去以后 把它所有水利硕施 因为蒙古人是有牧民族 对阿富汗这个农业农耕国家的 它是完全破坏 它叫反农于牧 就是说你回到这个游牧民族 所以阿富汗这个国家很可怜 到现在全世界最穷的几个国家之一 那今天苏联打了20年 占领它不少时间 美国又占领它20年 你去占领它干嘛 如果你不去惹这些事 今天不会有这些东西 今天战完了好像死乱中气 你抽腿走了 你抽腿走了这一万八千人的命运 是非常悲哀的 因为这个伊斯兰教里面 这个顺尼派跟什叶派的斗争 在中东是没有停过的 到现在还是这样 宾拉登他们这些都是 塔利班这些都是因为宗教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今天虽然说 我在美国在那边不到两千人 但是你毕竟有驻军 今天占领一个国家 没有陆军占领就等于是没有什么实力 美国有讲我会用空袭来支持这个政府 那是假的 空袭只会造成平民大量的死亡 而现在消灭人家军队并不多 因为空中的攻击跟地面攻击是不一样的 所以讲这两千人的撤军是极不负责的 所以你看土耳其插一插一插 首个机场 首个机场有什么用 所以完全被现在这个 美国呼持的这个傀儡政府 这一万八千人不只是工作人员 还有他的家属呢 对不对 我们看过很多越南撤退的那个悲惨的电影 抢上直升机的 抢上船的 被棍子打下去的 打到海里的 打到那个大楼下面的 然后这些人在越南走不掉的被迫害多走 所以这个问题 今天阿富汗的问题 就充分曝露出这个帝国主义 随便去控制人家的国家 控制这个战略通道 造成的后遗症 所以今天拜登9月份撤离 撤离以后 阿富汗的后劲是很难看的 你说用空袭 空袭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塔里班今天也听说网络上也讲 塔里班也 只要投诚了 你表达这个效忠的不杀 这个造香的口号有用嘛 因为以他们这个宗教的激烈的个性 因为他们敢死的为什么很多 为了这个阿拉死了上天堂 可以有64个处女 什么什么什么 把这个死亡看成一个 是 至高无上的荣誉 这个政权跟掌控 所以你比方卡布尔不只是一个大臣 很多啊 所以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帝国主义的这个霸权的行动 带给人类的灾害 你想中东真是这个丝毫遍野 这是你这种人弄出来的 对